那另一头就看到了一个还蛮可怕的消息 这是每日邮报的报道 我先告诉你 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是真是假 真的真假难辨 但是两个事情加在一起 大家就会觉得听了有点怕 还有之前你看我们辣晚报的话 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核战的几率 全世界各国都觉得 以前我们都觉得几率是少于1%吧 但现在几率提高到10% 开打当初 后来又说有人说到了50% 因为不要把俄罗斯 把钢铁民族逼到墙角 和他说每日邮报说是 荷兰的新闻调查记者 现在这些西方媒体引用的 都是二手或是三手的讯息 不是他自己的 透过先追踪俄罗斯国防部长 搭乘了班机 就发现前往乌法的路径很频繁 这个地方就有核掩体 所以他肯定 这个部长应该是在某个掩体里面 要不然干嘛这个时候跑到那边去 还有普丁座机抵达的地方 很可能是更机密的核掩体 证据因为他常常搭乘的国有飞机 每次飞到莫斯科东北 大概2900公里处的石油之都 苏尔古特就会故意把雷达关掉 所以最后一段看不到 每一次都这样 最后一段飞行路径沉迷 那他说俄罗斯的总参谋总长 也正在躲在核掩体里面指挥行动 好 包括普丁 包括俄军的总参谋长 包括俄军的国防部长 大家都在核掩体里面了 然后赶快把自己的军队 撤出这个首都基辅 韩冰 怎样 核彈要投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美日邮报 你光看他这一个 他整个所谓的查证的过程 就是完全的脑补 什么都可以说要脑补 大家不要忘记上个礼拜 西方媒体才告诉我们说什么 说少依谷危险 他好像被失踪了 好像消失了 因为作战不利完蛋了 然后结果等到人家少依谷 跟普丁连线了 连线的时候你看 那个画面一直闪烁 表示他肯定有问题 这是旧的画面 少依谷根本就没有出席这个会议 那是故意要掩人耳目 结果现在又说少依谷 先躲去核掩体 你到底是哪个才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你说因为他搭的班机 抵达的地方有核掩体 所以他就是躲到核掩体 他搭的地方 搞不好也有便利店 你怎么知道他不去便利店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什么逻辑 你知道俄罗斯有多少个核掩体 他到处都是 基本上他去俄罗斯每个地方 都可以说他躲到核掩体居然 普丁这个更好笑 普丁抵达什么地方你会知道 你知道普丁光他自己搭那个飞机 他有试驾一模一样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他去哪里 美国CIA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东西 你美日邮报会知道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到最后会掩蔽他的雷达讯号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 从我到底自己在脑补 我真的不知道在脑补什么东西 你看这些西方媒体 从什么俄罗斯 从普丁的情妇躲到哪里 然后一下又他太太女儿躲到哪里 然后又普丁自己躲到哪里 一下烧鱼鼓又被怎么样 然后最近不是乌克兰宣称的 被打死的将军 一个一个又跑出来了吗 不就是这样吗 这就是标准的认知作战 就是唬烂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扯这些东西真的是毫无意义 但是我句话说回来 我很难得同意 乌克兰跟美国的看法 这一次我是同意的 也就是 你说俄罗斯单方面撤军 其实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 其实不是 我认为俄军是在调整战略 因为他过 他一开始可能太小看乌克兰军 他认为我20万大军 分多路进攻 一下就把他拿下来 结果事与愿违 实际上没有这样做 因为俄军的兵力过度的分散 造成他每一个箭头 大概都只有两三万的前锋部队 就变你当遇到敌人 比较抵抗意志的时候 你就很难推进 因为你的兵力根本不足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现在是在调整战略 也就是 因为你打基辅本身 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是东斯拉夫民族的 发源地的象征 俄军对于基辅向来手下留情 是 因为你看从头到尾 他就没切断他的水电 也没有切断他的通讯 网路都还有 所以与其这样的话 与其一直把重兵 这样囤住在那个地方 然后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不如把这些兵调回来 因为你看 现在马力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 他已经进入述境阶段 他基本上是占领 他的乌东跟乌南的战线 连成一块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现在是把整个兵力东掉 把他调到乌东乌南这个地方 巩固他现在目前已经有的战果 那请问有诡计吗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诡计 这就是兵力部署调度而已 而且这些兵力部署调度 讲实在话 美国人也不会不知道 因为卫星天天都在看 他的大部队一动 你马上就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当然 你说现在普丁说 他要减少这边释出一个善意 我个人不认为是 但是至少这有助于和谈 至少我没有重兵压在 你的首都前面 那接下来俄罗斯很显然 是要巩固他在乌东乌南的势力 那至于他是不是就此可以满足 那就要看未来西方的反应 跟普丁自己国内的政治反应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 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生成 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啦 真的 那这一组呢 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 大家好 好